大家晚安 新年快樂 今天大年出山 趕快來帶大家觀新天氣 事實上今天大家應該都感覺到 溫度很明顯的下滑 尤其到了中午 有些地方雖然有陽光露臉 但是感受已經是冷嗖嗖的 我們趕快先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 這是哪裡呢 這是在桃園的拉拉山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根柱子 這是往拉拉山的上面 也就是往塔曼山步道 這個路道口 可以看到下下來的這個一條一條的 這不是下雨啊 這是下冰線啦 那其實大家很多人跑到山上 就是在期待說 可以看到美景 那目前看起來 在拉拉山 確實因為有水氣的配合之下 下起了冰線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下冰線的時間點 其實在今天下午大約2點多3點的時候 拉拉山的溫度就已經掉到了0度左右 那到了晚上 現在溫度是一路往下淡 負1度負2度越晚會越冷 所以提醒如果大家有要前往山區要等雪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穿保暖一些 不過拉拉山下起了冰線 目前太平山則是還沒有下冰線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成千 可能還是有機會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接下來在溫度的變化上面會怎麼走呢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目前看起來會有兩波的冷空氣 兩波都是寒流等級 目前就是經歷了第一波 接下來第二波呢 大約是在星期五的時候 感受又會再增強 先來看一下 星期三到星期五的這段時間 在溫度變化上面 北台灣感受是比較明顯一些 我們就以北部來做舉例 北部地區星期三的低溫 大約在7度左右 五間的溫度往上走一些 加個大概4、5度左右 最熱大約也就在13度 那到了星期四的時候呢 溫度呢小幅度的上升 因為冷空氣開始減弱了 低溫的部分大約在11度 那在五間的高溫呢 星期四就可以回升到20度左右囉 接下來在星期五的時候呢 溫度會再稍微的上升一些 不過呢 隨著冷空氣會逐漸的南下 星期五的下半天開始 北部東半部的陰封面 又會轉為有降雨的天氣形態 而到了星期六 乾燥的冷空氣南下了 溫度又再度降到了10度左右 這也就是第二波寒流的時間點 那在北部地區感受上面 比較偏乾燥寒冷 星期日的五間呢 溫度再小幅度的回彈 大約在16度 星期一、星期二 溫度一路往上走 18度、22度 所以未來看起來 整個溫度的走勢呢 是在星期四之前呢 會一路的小幅上升 到了星期五之後 開始往下掉 星期六又是另外一波的冷空氣報導 到了星期日的時候 溫度會再往上走 所以溫度看起來 可以是有一波的震幅 那要提醒大家是溫度 除了有降波動之外呢 整個的降雨的部分呢 也是會有一些的變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目前台灣北部的海面上面 可以看到呢 大片的這個水氣帶呢 其實是正在通過台灣的北部海面 那零星的水氣 進入到台灣的東北側 因此呢 在淫封面 有一些零星的水氣移入之下 有一些降雨的機會 那主要呢 降雪的部分 則是大家比較期待的 但是目前看起來 除了北部的山區 比較有機會之外 像是在何歡山 今天雖然有來到了-2.3度 但是呢 在溫度上面 水氣並沒有配合喔 所以呢 並沒有出現降雪 大家如果要往中部山區 等雪的話呢 穿暖一些 但是要提醒大家 降雪的機會並不高 那北部山區 目前看起來 今天晚上比較有機會 接下來明天開始 轉乾之後呢 水氣減少 降雪的機會 當然也是越來越少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在目前看起來 星期二的深夜 到星期三白天這段時間 北部的迎風面 有些降雨的機會 北部的山區 有些零星水氣 降雪的機會 有 但是並不高 東半部的迎風面 有些鎮雨的機會 目前 花冬呢 是有發佈 局部的大雨特報 週三的 沉間到週三白天 迎風面 還是有些 短暫鎮雨的機會 往基隆北海岸 如果你要開車 去海邊走走的話呢 一定要注意海邊陣風牆 另外呢 要記得攜帶雨具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面天氣圖 繼續帶大家來關心 星期二 現在持續受到這一波 冷高壓的影響之下 台灣各地吹比較偏強的 這個北北東風進來 溫度呢 感受上 比較偏低 尤其呢 今天在平地的低溫的部分 像是在七度 只有在六到七度左右 感受上面呢 真的是偏冷喔 那在接下來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地面天氣圖上面 提醒大家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隨著另外一波的冷空氣 逐漸的接近 會有一波的封面 先通過 接下來呢 在星期五的時候 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又會有一些些的 短暫鎮雨 接下來星期五 到下個星期一的 這一段時間 又是下一波的冷空氣影響 溫度上面呢 感受又是另外一波的降幅 提醒大家 到了開工日的這段時間呢 很多人是下個星期一開始上班 那還是要記得穿暖一些 提醒大家 沿海的陣風還是偏強 另外往北往東走 記得要攜帶雨距 來看到各地的詳細預測 北部地區 明天的低溫 七度左右 高溫在桃園以北 大約在十三度左右 桃園以南 則是可以來到十四度 中部地區 明天在高溫的部分 大約在十七到十八度左右 那感受上面呢 同樣也是偏冷 溫差的幅度在十度左右 那要提醒往中部山區的朋友 要注意的 則是路面可能會有結冰的情況出現 南台灣明天在低溫的部分 台南九度 高平地區 大約可以來到十九到二十一度 東半部地區 宜蘭有些短暫陣雨 花蓮 台東 高溫可以來到十五到十八度 外島地區 馬祖最冷 低溫只有在三度左右 金門跟澎湖 高溫可以來到十一到十三度 未來一週要提醒大家 有些短暫陣雨 主要在星期五的時候 另外一波封面通過 會有一些陣雨 接下來又轉為乾冷的天氣形態 到了下個星期一星期二 高溫的部分 可以回升到二十度以上 而在外島地區 未來一週天氣大至晴朗 但是要注意 馬祖真的偏冷 一定要穿暖一些 小丁你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戶外寒冷 外出的話 記得一定要穿保暖一些 那如果你是進出室外的話 進出室內跟室外 一定要留意這個溫差的幅度大 那一定要記得 穿著上面做一些調整 另外沿海的陣風都偏強 尤其是騎車的朋友 還是要提醒大家 車速放慢行駛 我是陳志根廣告回來 請你持續鎖定中式新聞